这个女人收费了30万 准备向全国各地直播自己的死亡瞬间 不但没人管 警察们甚至把女人家的墙壁都拆了 以达到更好的观看效果 直播现场不少群众高举旗帜 让女人忏悔自己的罪过 更离谱的是顶级财罚不惜花重金 获取直播的VIP观影位置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女人坐在家里的正中间 等待着死神的宣判 随着死亡预告的时间到来 一声声沉重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 很快伴随着一阵爆炸声 一股黑烟席卷了整个房间 恶魔如约出现在女人的家里 现场的众人都吓呆了 只见恶魔静止走向惊恐的女人 直接一把将女人按在墙上 警察老李健壮赶紧跑进房间 开枪阻止恶魔 谁知子弹打在恶魔身上如同挠痒痒 被惹怒的恶魔回头 一拳就把老李打飞出去 老李重重跌倒在地 随即晕了过去 满身伤痕的女人 艰难地往前爬去 嘴里喃喃地请求众人能救救自己 然而恶魔没有给她存活的机会 对女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涅沙 现场所发生的一切 都被媒体全部直播了出去 所有人都被这可怕的一幕 吓得目瞪口袋 紧接着在一阵耀眼的白光过后 恶魔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 消失不见了 现场只留下了错愕的观众 以及女人烧成灰烬的尸海 所有人都被吓得跪拜 所谓的神的成见 但这一切究竟是神的旨意 还是谁在背后操控 感谢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